哈喽大家好 本期的一个课定分享时务视频要带来的就是镜头前的这一款 蓝灯出品的经典文化立体机关绘本 爱丽丝 这一款绘本非常难得的是 掉虎的时候选择的是一个尽心无暇的状态 所以收到的时候 它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 翻开绘本 我们就可以看到爱丽丝的故事开始了 第一个机关拉动它 我们就可以看到爱丽丝掉入兔子洞的一个动态的场景 这个页面看似平平无奇 其实它在左上角是有这样的一个转盘机关 转动机关的同时 我们就可以看到漩涡之中出现了不同的动物们 它们颜色非常的丰富多彩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机关 就是爱丽丝 变大之后 在梦境中变大之后 又吃下了变小的模样 然后变小的样子 这边是非常有智慧的毛毛虫 它是以一个粉紫配色 非常的具有神秘感 这里就是爱丽丝遇见了妙妙猫 拉动机关 我们就可以看到小猫消失在视野中 然后只留下了它的一个微笑 那作为蓝灯出品的一款早期的立体机关绘本 这一款绘本也是运用了大量比较鲜艳明亮的颜色 带给人们视觉上的那种同化的感觉 然后不经意间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小机关 拉动机关的人物就会发生一些动态的变化 这边就是爱丽丝与风帽子 它们一起品尝下午茶的立体场景了 接下来这个机关也非常经典 就是拉动机关之后 白玫瑰就会慢慢的变成红玫瑰 这个肥头大耳朵 红青皇后是不是跟我们印象中的 那一个金酸刻薄的样子有一些反差呢 对本这一页就是红青皇后 让爱丽丝去打高尔夫的场景 拉动机关 爱丽丝就挥出了它的第一竿 这边呢是一些平面的彩页 这一页呢是这一款绘本的第二幕 大型的立体场景 描绘的是爱丽丝被带到了 红青皇后的城堡内部 风帽子呢也来帮助她了 绘本的最后一页呢是长这样的 爱丽丝呢成功的战胜了红青皇后 与她的士兵们 那右边呢是这本绘本的最后一个机关 拉动机关 我们就可以看到爱丽丝呢从梦境中醒来 又和她的家人团聚的一个场景 那今天的课题绘本分享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哦